日本境内武汉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延烧 而根据台湾卫福部 日本旅游疫情建议为第二级警示 Alert 表示民众至当地应采取加强防护措施 而定期案例数超过700例的韩国则提升至第三级警告 Warning 民众应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 仍有民众决定照原定日韩的行程出发 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天文表示有一位同事月底要到日本旅游 精选组后 居然回复反正回不来的话 也会包机接他们那团回来 让看到的网友都怒气满满 纷纷回复浪费公帑 也存有侥幸心态 不晓得那些非常担心医疗人员不能出国娱乐的人 怎么看这事 指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表出日本为第二级警示 Alert 新加坡也是 民众至当地应采取加强防护措施 韩国提升至第三级警告 Warning 民众应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 大家如果要出国前先注意一下 卫福部订定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延伸阅读 来源 卫福部爆料公社